12岁女孩被父母遗弃 成为大山深处的留守儿童 年幼的她只能跟着年迈的爷爷奶来生活 在学校里她遭受到了非人的校园霸凌 称她是有人生没人养的弃儿 心灰意冷之下 她对着镜头说出这样一段震惊世界的话 令无数古人唏嘘不已 在家里算一个活日子过的人 能好好过 我还能干嘛呀 镜头面前的小女孩 名字叫做石凤明 看完她的故事 不禁让人感叹 这样的童年生活 可能要用一生来治愈了 这里是位于湖南省安东县的凡龙虚小学 学校里面一共约有400名学生 其中八成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在教室里 同学们嬉戏打闹 根本没有把学习和老师放在眼里 他们只想着下课之后 该去哪里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 他们常常将自己不合格的分数挂在嘴边 似乎已经成为了他们炫耀的资本 据学校老师说 这所学校的孩子基本不爱学习爱捣乱 他们晚上基本不睡觉 玩手机到凌晨 到了白天上课时 他们又在教室里大喊大叫 打扰课堂纪律 老师表示 他们曾经为了能够让他们好好学习 走出大山 直接将他们手机给没收了 可这却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反而引得孩子们以死相逼 管理这样一群留守儿童 老师们的心里总有一些说不出口的心酸 不过最让老师关心的并不是他们的成绩 而是这些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其中留守儿童小凤鸣 又是老师们所重点关注的对象 在班级里 小凤鸣永远是周围人所孤立的存在 每次下课 总能看见他孤单的身影 同情室的社友经常在背后倒他闲话 说他在寝室里臭哄哄的 不洗脸不刷牙 甚至连被罩床单上都有他留下来的油渍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小凤鸣家庭条件贫困不已 父母已经有八年没有往家里积过钱了 只能靠年迈的爷爷奶奶捡破烂换钱 这时的小凤鸣仅仅只有12岁 却已经遭受了人生中大部分的痛苦 这天放学 老师决定去小凤鸣的家里做家房 小凤鸣的家里远远看上去像是一间土坯房 屋子里又黑又乱 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 奶奶满脸苦笑 拿着两个为数不多的板凳 放在了院子门口招待着老师 原来小凤鸣和爷爷奶奶 平常靠捡破烂养活整个家庭 在老人眼里 没有什么比挣钱更难了 可当老师问到小凤鸣父母时 老人一下子沉默不语 似乎在回忆着不好的事情 男人出门八年从未联系过年幼的女儿 唯一一次的联系 是告诉自己年过七旬的父母说 祝你们干农活干到死 八年前 小凤鸣的弟弟在池塘中不幸溺死 外出打工的父母听闻消息之后悲痛欲绝 立马将责任推给了家里的老人 而老人也是认为自己没有照看好僧的 最终导致这一惨剧的发生 至此之后 小凤鸣的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的父母消失在茫茫人海当中 没有给家里留下任何消息 他们甚至都忘了 家里还有一个亲生女儿需要抚养 刚开始 年少无知的小凤鸣 还以为父母像往常一样为家庭所奔波 他每天站在山头 眺望着父母离去的方向 希望有一天能看到父母归来 可随着时间的过去 小凤鸣也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的真相 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不再和任何人进行交流 有时候经常一个人在炉顶上 将自己心中的委屈写在了日记本上 日记上他写道 非常羡慕那些有父母疼爱的人 可羡慕的越多 自己自卑的次数也就随之变多 老师了解到小凤鸣家庭困难之后 他向奶奶保证 学校一定会帮助小凤鸣克服困难 奶奶饱含热烈 感谢老师所做的一切 而爷爷平时为了能够让孙女吃顿好的 经常会带着小凤鸣去田地里捡鸭蛋 只不过这些鸭子全是别人家的 当爷爷看到镜头一直跟在身后时 他只能尴尬地带着小凤鸣 在田地里不知所措地转着 脸上明显出现了不自在的表情 如果可以的话 谁又愿意去做那些不体面的事呢 可小凤鸣并不懂这尴尬的范围 还在寻问爷爷为什么不跟自己去捡鸭蛋 尽管两人不想空手而归 但在镜头面前还是抹不开面子 最终回到了家里 能好好做吗 我还能干嘛呀 12岁女孩从未感受到父母的疼爱 成为了大山深处的留守儿童 父母打工八年不曾回家 也没有向家里寄过一分钱 可怜的女孩常常受到同学们的排挤 称她是有人生没人养的弃儿 心灰一笼之下 她对着镜头说出了这样一段 震惊世纪的话 令无数国人唏嘘不已 在家里算一个和日子过的人 能好好做 我还能干嘛呀 小女孩名字叫做石凤鸣 至少父母疼爱的她 只有一条小黑狗陪伴在自己身边 在日记中 小凤鸣将小黑狗描述成自己的朋友 只要她一吹哭哨 小狗就会跑过来 这就是我喜欢的小狗 可当导演再次来到小凤鸣家中时 家里只有两条土狗 我干不完的心事 只要有一个人站在我的对面 我的心就像一条河 立马干透了 很难想象 十二岁女孩竟然能够写下 如此窒息的句子 对于小凤鸣来说 远方的悲鸣 不分昼夜的在她耳边回响着 灵魂也开始不安的游荡着 她无法自救 周围也没有人能救她 这一经历就像是一场 醒不过来的噩梦 她看不到曙光 摸不到希望 生活也被无边无际的压抑所包围着 转眼之间 小凤鸣已经小学毕业了 每个人都在墙上贴满了毕业愿望 而小凤鸣的愿望 是自己要好好考大学 孝敬爷爷奶奶 2018年的春节入约而至 村里在外打工的人 纷纷回家团圆 整个村庄洋溢着热闹的氛围 而小凤鸣家像往常一样冷冷清清 父母依旧没有回来 于是小凤鸣一个人跑到村子里的湖边 若无其事地玩耍 不知道在想什么 当导演问到他想不想父母时 小凤鸣的回答让人心疼 说实话你们就是不相信啊 真的不行 虽然小凤鸣嘴上说着不想念 但他之前的日记本上 可是清清楚楚地写着 羡慕别人家的父母 导演再次问他 为什么不努力活着 可他却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样 人好好过 我还能干嘛呀 纪录片总是真实的可怕 有时也沉重的可怕 电影的最后导演问了小凤鸣最后一个问题 爷爷奶奶是不是你最爱的人 而小凤鸣却说那都是假象 我最喜欢的还是我自己 因为只有自己才是值得可靠 最后小凤鸣娇小的身影 慢慢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没有人知道他未来的路是走向何方 然后还能离开过来的较闻 我最爱的决定